这盘棋讲解是郑伟统对蒋川六分棋第一局 这是赫岁杯的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 开局是中炮三兵 非常稳健 黑方这个棋也就甩炮 你不让我上马 我就不让你出局 到这儿红方身炮过河 黑方也就上马 如果平稳一点就压住 找机会再出所局 本局的话 红方直接出右局 这是一种一高两大的走法 就让你上马 然后这个棋威胁你中度 黑方这个棋更厉害 棋空头 你敢吃柴雕 你再一次出去抓紧霜 所以你还得逃 那这棋居管就出不去 所以红方这棋空头炮难以发力 索性形成一个霸王军 黑方继续右地深入 红方这个棋眼看抓炮 又不敢吃 吃完抓霜 索性就躲 然后黑方就飞向 这个时候也可以冲 冲的话这个棋杀出来吃霜 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他没冲的原因是担心 人家可以对局 威胁底线 你敢吃打箱 你不吃你再冲 看着拱马 其实他对完之后有一个炮打 中足空头炮很厉害 所以这个棋的话 你要敢探吃马 这炮一退就完了 所以黑方只能调局过来吃马 做文章 所以这路棋应该说非常激烈 复杂 黑方就选择了飞向 平稳的招法 红方冲兵 黑方也就过足 接下来红方踩炮 黑方继续吃马 这边是先击后去 没有用 那么这里的话 红方先忍 找机会跳上去 反正踩着炮先手 黑方到这里也就退 让红方把局露出来 黑方的话选择捕士 这儿红方选择抓马 黑方吃一个 红方是先打局 那么对方选择的招法是 拘让开 这儿红方就强行把拘锁住了 对黑方来讲 他拘想出来就要吃兵 那要吃兵肯定要对拘 这个棋连场却没有对拘 对完之后会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现在吃着兵 红方你冲 黑方可以穿一下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 你现在正常也就堪 堪住以后 它这里可以有一个上马 叫杀 你只能找拘去守 它可以足够鸡吃你炮 你又不敢吃它 担心这个马上来不得了呀 那你先吃马的话 踩着鸡啊 人家鸡就把你冰吃了 到这儿的话 你看似吃炮不敢 人家吃你鸡 你鸡吃鸡也不敢 跳马杀棋 你只有推炮回来 老老实实看着鸡 它也吃你也打 手指挂脚 但是它可以把你马再打掉 先去后取之后 它会多足 还是黑方占优 所以这队棋的话 应该说黑方不错 简明对军 是一个思路 那么临场的话 双方逗到最关键的时候了 它没有对军 而是走的一步进局 是想绕过来吃对方的炮 结果红方这个棋就上马 你过来 它平平又打你 看你好像没用 其实这个鸡呢 可以调整一个位置 到二路线 侧应自己的马 这个棋也是客栈 那么走足三平四的话 其实这招棋呀不好 表面看起来你吃相 其实呢 人家飞相之后你吃不到 而且你这个足还不敢动了 一动的话鸡没了 你看也看不住 金炮一打你还得丢 所以这个棋啊 抖音送羊入活口了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你想过也过不去了 它又像在这里 这就非常尴尬了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黑方就钻进来 他希望你吃一个 他吃一个 杀出来 那这个思想就肯定有点消极 红方呢肯定不吃 冲下去 黑方这个足也不敢动呀 向着鸡 看还看不住 把金炮一打 所以临场的话 就想把鸡对掉 不想丢这个足 红方呢就上马 这儿的话 这个棋不管你 黑方就对掉 然后这个马就上去了 接下来这个棋呢 他就退回 试图来一个交换 这个棋肯定是一厢请愿 红方他不换 这步呢 马贴炮很有意思 主要是隔断你 这边有一个踩马 那这个马一走之后 人家平均吃足 足再一走 打中足就是个绝杀了 所以红方这个棋啊 太狠了 黑方都不敢动 黑方先进炮 试图呢 中炮 跳马僵 不让你过去 红方肯定要过去 黑方只能先闪 吃完之后 你将也没用了 得帮对方补试啊 所以他这里选择退回 这招棋呢 也就是说先进后去 到这也非常无奈了 现在红方多一个大死 他选择的招法 是回马踩鞠 这个棋呢 形成了连环马 这是他踩着炮 那黑方呢 肯定是先穿一僵 红方中间一吃 黑方这个也是无奈 走了一步租武经营 隔断啊 是从他继续抓双 红方拘又不能动 这马也走泡没了 怎么办呢 眼看黑方已经解除危险 可以追回狮子了 其实呢 这个时候呀 红方有惊天妙手啊 直接起举砍炮 这招棋呢 蒋川却是没有想到 你要吃的话 这个马就上去了 所以说这个棋的结果 还是要多次 索性呢 他把炮给砍 那希望你吃这个 然后再重吊 局面却是这样发展 但是红方仍然是多一个马 所以这个棋啊 很难合到 接下来红方呢 就顺势上马 就卧槽马也将一瓶炮就完了 黑方这个时候呢 他这个足以丢也不行 索性就下 意思是你炮过来 我可以拱你啊 那么红方这时候呢 就先来一步啊 打马 把对方逼退 欺负你不能对打 他踩你 所以呢 这个棋啊 正常得退 但退的话 他也憋去 上的话 这边防守就空虚了 红方顺势一将 黑方也就选择出 然后呢 这个炮三平四 他实际上找机会利用你 黑方也做好了一个 看能不能平足准备 现在关键一将吃着马 那他肯定要逃这个马 这样的话 背着马腿 顺便就不让你将了 那不能将的话 暂时就没骑 红方走这个回马踩炮 很有意思 他给这个上马将军 创造条件啊 形成双马隐权之势 这儿的话 黑方也就打出来 红方的顺势一将啊 看见是进了还是上 如果进去的话 跳马将出来 一踩像一将啊 上来回马 侧面虎啊 就被杀 进去的话呢 卧槽一将出不来了 所以现在他不能进啊 进去等于自杀了 就上 这个时候如果回马 他会攻你炮啊 暂时是没用处的 所以呢 红方走了个进嘛 这个棋经典啊 他是引你过来 把你马踩掉 你一吃双马隐权 所以这个棋 黑方只能填马 红方这个棋 他也没啥好点位啊 他只能再回来 那黑方又再回来 看你怎么将我吧 到这儿看死难以突破 怎么办呢 这里选择一步 后马退三 他主要是踩霜 黑方肯定不想丢足 穿一将再说 那红方也就不是 黑方再闪的话 将来被他上马一踩足 回马将军所利用 所以他也不甘心呀 索性就砍个像吧 红方下掉之后呢 不着急 找机会回马再威胁你 黑方认为 我可以呢 上马踩炮 或者是摁着你啊 反正就一马腿呗 想顽强作战 红方呢 这个棋 他也是不给他机会 黑方退回想防守 红方走了一步落向 这什么意思呢 暂时没看明白 在往后看 黑方的进足 他有嫌弃走 红方这边 回马也摁住了 将来放中炮 还威胁你 这怎么办呢 他走了一步退炮 这个棋喵呀 他这下就是为了 回马相军做准备 黑方你过渡之后呢 他这里呢 随时可以将军 但是他并没有着急 因为直接将对方知识了 你什么也吃不到 结果他走了一步 马而摁死 这个棋啊 确实是经典 原来是个偷杀 那么现在你这个棋吃啊 他这边有一个知识啥 他不回马 不给你垫马的机会 所以看到这里啊 将军认输了啊 这盘棋正为红获胜 这盘棋讲解是激烈厮杀 三国时期的吕布 原本射击 救了刘备一命 事后的话 袁树不甘心呀 二人进行了激烈厮杀 最后的话是刘备胜出 刘备说了这样一段话 那么你要是跟我去见曹操啊 他要千刀万寡杀了你 你要受罪的 结果的话就劝袁树给自裁了 咱们看这盘棋啊很经典 红方呢是蒋川黑方网天翼 这是河翠碑的第七轮 开下去的话是飞向 堆进三足 黑方的意思是不让你上正嘛 这棋呢欺负一下红方 那拼炮 足底炮 对方的话 这个棋你再补中炮就不行了 因为他中已经补后了 所以他就飞向 先避开 这儿是离球稳健 红方呢这里上马 是要出局 黑方小足一冲 这儿先成两头蛇 非常灵活 这是一种新式走法 挂脚马 红方的话掌鞠 随时可以呢 挺兵活马 也可以威胁对方的马 黑方正常也就上马 红方他也是挂脚马 这边主要是牵制对方的马炮 不让他动 用这个鞠做文章 那么黑方两个鞠不出 红方呢双鞠威胁他 黑方他就要调刑 准备平炮打马 红方也就不让 这儿顺势就踩了一脚 然后呢红方呢 选择了推到底线 这样的话 他这个炮就会有点风险 黑方就出局 准备威胁利用它 红方一冲 黑方一对 如果换掉 黑方他没有弱点 所以红方他不能够换 直接利用它 黑方呢先看住再说 红方这边上马条形 黑方的话就趁人之围 点进来 这招起呢跟刚才 踩炮你退回 这个手段呢是相互配合的 这儿就是利用你看不住底子炮 一般人走这里的话 可能会选择炮退一步吧 但是呢 蒋川这里走炮二进二 他是想骗对方吃 上马把鞠打死 黑方当然不甘心 跟他对 红方这个炮肯定是不愿意换的 接下来黑方就马四斤六 顺利调刑 从这个局面来看的话 黑方有反现之势 红方现在补试 想赶快把鞠拿出来 骗对方去吃 黑方他不上当 先踩一个再说 红方一看 对方已经杀过来了 这个炮如果放对方嘴里 一会儿其他自己一配合 有可能会失子 所以的话他就忍一忍 找机会上马 这边有一个打局 踩马得子手段 黑方到这的话 走得相当强硬 点进来 准备直取中相 那么这里的话 一旦一破相 编马就丢了 那红方先打局 不给你机会 黑方只能打一将突破 这就香掉 吃掉 因为你吃一个 人家吃一个 这还杀一个 那肯定是红方不能接受 不过红方有妙手 特局要对 黑方又不愿意对 少子 所以他退一步 那么红方赶紧对掉一个大子 黑方就吃掉 而红方赶紧把鞠拿出来 黑方就赶紧上 一旦被红方摁住的话 那这个棋 你马炮受制 就没有作为了 上来之后 随时可以握槽 红方他架中炮 想去吃对方的足 黑方顺势就是一脚 你不能牵制我 否则将你冲你鞠 那红方就点鞠 吃中足 如果你这个中足进一步 就双鞠抢马 这样的话 你这个马就危险了 这样的话 黑方中足不敢逃的情况下 你就退炮 希望你一吃中间一打 然后呢 可以通过打将利用你 你虽然双鞠抢马 他跳一将跑掉 可以补视 所以这样的话 那肯定不行 红方直接上马 就是利用你 你现在这个棋 打边边下来 他可以退炮 是将不死的 一旦你这个炮过来 人家一吃中足 你这边就有问题 将来双鞠在鞠抢马 这边可能要尸击 所以黑方这个棋 他不敢打 红方就欺负他 黑方选择先平过来打鞠 红方呢 鞠肯定不能够让 这儿的话 这个棋就打对方 黑方一看到这儿 勺子也只能说放手一搏 将来炮一甩鞭 底线是有攻势的 一出鞠就不得了 过足吃着炮 这三四个字归边呀 太厉害了 那么这儿 红方呢 就吃 他的意思是 你要敢冲足过来 我先打你一将 黑方呢 这时候就平均 给红方动真格的了 红方一看到 我这个是吧 黑方可以呢 点姜 将来退炮 你要敢吃 我点一将 下来是八将马 上去给马将冲你鞠 所以退炮 应该是一步好奇 你不吃的话 退去吃马 他退一将 把你打掉 等你吃完之后 他居在下二线 用炮一将 你不能上 只有补士 居在一将 就落实 把你试打掉 你落实 这边呢 退一将 在水边下底线 他少子 但他有攻势 这儿还有个组配合 所以红方呢 虽然多一个子 他暂时没骑 只能防守 所以这个棋应该说 双方都是可战的 实战的话 他没有点居 定位 而是直接上马 这样的话 就让自己的马 有点尴尬 你要再走这个炮 他吃掉你 点姜 他上去 你虽然吃会有炮马 要丢 就算你跳马 他炮也走了 你狙马杀不过他 他四个大子 所以这个棋啊 也是憋屈 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黑方当务之急 肯定是要先把自己的 底线问题 得以解决 红方这棋 就运子往里切 黑方的话 就禁足欺负炮 想去吃马 红方这时候呢 放中炮 这个厉害 现在比如说 就平三 所以对方这个棋啊 就平炮过来 守住啊 不让你过来 然后呢 这个棋 红方就过来吃马 这个马一丢呀 双拳男敌四手 肯定要输的 黑方非常顽强的挑开了 但这是一个败招啊 你一走之后 人家一打足就杀了 底线一将啊 你不管是向调 还是说川江向调 他都是冲你拘啊 你要先出了 这样拍你 就还得进去 还得门杀 如果要练拘的话呢 后炮就背上 就把拘给打死了 所以这个棋啊 一旦一炮发 出去打足 就会形成天地炮杀 这个棋呢 是很难解救的啊 所以呢 到这里啊 应该是打掉 蒋川临场的话 没有敢打 他选择进来 也是想求问啊 这儿的话 有可能是想上马 担心对方回马将军啊 那么这儿的话就捉 红方也就上 现在黑方有个炮在 谁他不怕 先平局守累 红方现在要走 就是夏老帅 什么意思呢 就说我将来这个棋 要平炮过来 下底线 枪行突破啊 我既然这边不能打通 我就甩过来就可以了 你将我上去 其实没用的 我找炮掉过来 你挡不住我的啊 这穿越江太狠了 将一破相就赢 那么对方如果说平足打 卧槽就啊 至少能对居了啊 至少你退回去 把居锁住了 所以这种棋啊 一甩炮就突破了 在临场的话 这个棋啊 他可能担心对方抓势啊 就没这么走 因为抓势之后可以挡 其实抓势的话 可以把足踩掉 消灭这个心腹大患啊 你再抓我再上去 那必要时候跳江啊 这边也可以突破 所以这个棋啊 夏老帅是关键啊 那么现在直接过来抓 应该说打草惊蛇 黑方呢就吃一个啊 红方的话 这该出手是不出手啊 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到这的话你再退啊 那他这个棋正常颇势啊 应该来说是足可一战 因为红方这个棋 你将不到又炮 这边将他出来之后 你就不能对居 这个像被这马腿了 所以红方会受到黑方的牵制 一旦这老将一出 你这边的话 这有势舍不上呀 所以这个棋应该黑的还不错啊 黑方他跳马是担心 红方将来这个打足的手段啊 就先避开 同时呢还踩着 是踩着炮 这是一种贪心的走法 结果呢 人家一退炮啊 就挤住了 到这你吃个事 暂时还是没有用处啊 他将来还平均抓你的马 所以这个马你进来还得退啊 就显得尴尬一些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 他是直接退了 他是希望下一步啊 我吃掉这个事 这边一上马就杀你了 结果呢 红方他有这么一招气啊 这是黑方所忽略的啊 然后他平均过来 有一个底线穿江太狠 那到这里啊 黑方就先逃呗 下不去杀你啊 红方这时候 鞠往中间一坐啊 这个棋呢太厉害了 黑方他不敢逃呀 因为你一逃这个棋 他底线就是这么一僵 那现在你不能上 上来跳马 把鞠一对的话 那你也是吐了 或者是把鞠直接打死了啊 所以你现在只能落相 落相的话 这平均过来打个底相 你补相吃相 结果是一样的 如果不补相 这些吃掉会怎么样呢 他这边呢 就是打相一僵 上来 跳马一僵上来 然后踩相一僵下去 回马一僵点锯杀啊 锤炮一僵也可以 不管你怎么走 他在锯五接二 你上不去 所以这个棋啊 你无论上向还是不上向 他马跳江 最终还是能把相吃掉 那这个结局的话 就是锯双炮啊 这边杀棋 所以这个棋确实是很难解救啊 那么这儿这个马就不敢轻动 然后呢 这个棋啊 他把试吃掉 希望对方一吃 他也吃啊 那么红方先穿了一僵 落相 到这儿就吃 吃完之后呢 红方呀 直接把试给打了 这个棋如果简明的话 打相就可以啊 黑方单狙炮就没齐了 一旦打相 跟刚才一样啊 很快就杀进去了 打试的话 其实给了黑方一个 退居跟炮的机会 但这个棋毕竟红方多子啊 走长也是红方好 黑方的话临场他不甘心呀 就想去把这个炮赶走 比如说你分鞭 我退居再来抓啊 这样的话 试着炮试着炮啊 应该来说就可以追回一个子 但是的话 这时候却忽略了红方啊 他这个炮甩开不要了 你敢吃一面拍死你 你不吃的话 也要僵死你 这怎么办呢 你正常只有过来手 但这时候已经晚了 等你再手的时候 人家可以拘一僵 上来之后呢 宠炮 被僵啊 再上海楼月 就杀齐了 最择置的一话 王天忆这好人输 承判棋 将穿过承判棋 讲解是郑伟统 对王天忆的王者对决 这是孙狐悲的决赛 第一轮 我们来看一下 开局是先之路 对足底炮 红方呢 正常出局 到河口 之前呢 双方较量过一盘棋 平炮队了 但对完之后呢 红方始终是打了这么一僵 所以黑方 这个棋就吃了点亏 那么他不是的话 这个棋就有意思了 红方你要挺兵 那就对 对完推炮打你 所以红方正常上马 不动声色 黑方这时候在对 因为你现在对掉鞠 你炮打这个中足不但是先手 而且会被人家 禁足或者上马利用 所以这个棋 你难讨便宜 红方就忍一不齐 这儿的话 看你怎么走 黑方就上马 想把鞠拿出来 红方上马就封住不让 黑方现在呢 他鞠过河 准备吃兵反击 一旦吃掉这个兵啊 黑方就反掀了 那么红方这个棋就不让 浸泡守住 黑方就平鞠过来抓 红方也就拆炮 他是故意引你过来 你过来他出鞠一看 前来还冲兵踩着鞠 所以你要敢吃这个兵啊 这两个鞠就要陷进来 所以黑方呢暂时不敢 他先上一步马再说 红方呢同样还是要出鞠 黑方也就马跳进来 强行吃你一个 你要打掉我就吃掉亚洲你的马 这个棋走的啊 很嚣张呀 那么红方选择不想 不管你 反正牵住你 让你动不掉 那你反正不敢点鞠进来 否则我就冲兵踩你 黑方呢平炮 他的意思是将来这个鞠可以脱身 红方呢就不肯 他点进去了 将来准备呢 吃你中足或者是压你炮 亲民的马 那么黑方这个时候呢 选择是鞠四进三 先养护主 红方呢冲边兵 也是未臭谋 将来你这个鞠一旦一走开啊 我对掉你之后 这马从边线就踢进去啊 这边就可能会吃霜 所以黑方得先避开这招棋 那红方自然就对啊 他希望你一打完你马 将来就牵住了 那么这儿的话 你要用鞠鞠的话 你中足就丢了 所以现在就是考验你 怎么下 黑方到这儿的话 他用炮去吃 那么接下来 红方就炮分边 将来从边线啊 冲兵发难 欺负马 黑方这时候选择的招法 是鞠八进一 要吃红方的马 红方只好先退一步 那么这儿因为这个马太弱啊 受签了 所以你想威胁对方 暂时还不行 那接下来这个棋呢 黑方鞠四进一 这个中兵我不要了 那这棋啊 可能是要牵制马 红方就踢进去了 接下来 黑方的炮四进一 这个棋很妙呀 红方你一吃 那这边有可能就给你换了 换之后不说 关键你这个马没跟呀 所以红方呢不愿意 他抢先了退居 来抓对方的马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呀 郑伟同走的确实高明 什么意思呢 那正常是兑完子之后丢子 一般人都会选择看住 那他为什么要选择 给对方吃一个呢 王天一到这里 确实也没敢吃 因为你吃完之后 他不吃你 你一吃之后就上当了 人家有一个瓶炮过来 那么现在吃这马 正常得过足 夹一减后 这儿他进居啊 先气后去 这样的话吃完这个炮 还危险嘛 马一走 还要吃足 横扫先军啊 红方就会形成多兵之势 所以正为从这个套路深呀 他是想先气后去 到这以后 王天一不上当 他进足 红方就献个兵 准备呢 强行进攻 黑方也就点进来了 这儿是想通过吃炮 吃兵危险嘛 那么红方就先踩去 黑方同样是甩开 这儿红方就冲兵 欺负对方的炮 那么黑方就忍一忍 那红方赶快把这个炮走开 将来这个马就灵活了 黑方呢 现在退回 准备呢 鞠过来顶马 红方呢 先把这个兵保住再说 那黑方就简单进行转换 换掉之后呢 这个气啊 你再去吃马 他肯定吃不到 退回了 绕过来 连换马 所以黑方呢 还是决定顶住 稳健一些 他是要退居啊 抢马 所以你现在吃这个中族来不及 红方只能回马 解救自己的马再说 黑方趁机把足挺起 准备呢 再足舞进一 利用这个鞠 牵着鞠兵 威胁你 这儿的话 将来一过来 还有可能啊 拱鞠啊 这个鞠就挺危险 所以红方这个气啊 就先踩一步再说 看你到底是瓶还是吃 现在吃起来没用 连换马 所以就按住 继续保持牵制 希望把你逼退 红方呢 他选择送兵 为什么要送兵呢 因为到这儿的话 这个鞠啊 他这边要过足 你要牵还牵不住 他就跟 所以的话就弃个兵 强行牵住他 这儿不让你动 你动我吃你鞠 黑方的话 他平足 采鞠 红方意思是我退居 现在吃着足 刚好看住自己的马 那黑方好不容易过个足 肯定不肯丢 冲下来 红方就把试调整一下 接下来黑方还是牵住红方 红方就平居 简单进行腰队 这儿双方换掉 那么黑方吃一个 将来呢 为残局做准备 红方呢 一蹬 看住 黑方还是牵住他 所以红方脱不了身 就选择退回腰队 对完之后呢 虽然黑方多一个足 但是呢 他中足要丢 也保不住 这儿的话 想上马 盯着红方的兵 试图呢 一共带手 这儿他想找机会 用这个马来看住自己的足 红方呢 就先上马 黑方这边 就一退 你再不吃呀 就没机会了 他就看住了 一旦一看住三个足 那这起保下 红方呢 果断吃掉 黑方呢 选择是把红方也踩掉 接下来红方就退回 顶住马 踩出 黑方平一步 这儿红方就上马 黑方呢 他退回 避开这个上马 要对的手段 现在呢 他平足 想靠这个足找机会围马 那么这里的话 红方也就上 现在踩着马 给你换一个子就合起 你不换的话 正常上 人家有根 这个中兵就过去 威胁你的马 所以你这个骑啊 小足还没机会过来 因为他可以踩你 到这儿你对子就合起 不对子的话 你纠缠起来也没便宜了 所以呢 到这里啊 那就爽快提合了 就要对子就用了 就要过去 好